命运本身它是变态的 哪一个国家里哪种青年多 哪种儿童多 那决定了国家和国家的未来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任何一个生活中 我们碰到的不幸的人 后面都是一个群体 所谓命运无非就是指 人根本没有选择的 与生俱来的那些和人生发生关系的内容 比如说生逢什么样的时代 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 父母是怎样的人 父母是否有某种不良的疾病 难以治愈的疾病 作为遗传 那在自己还是胎儿的时候 就已经影响了自己 或者反过来 父母是不是有一些天赋的异禀 被自己所继承 甚至包括愿意成男 愿意成为男人还是成为女人 容貌 才情 性格 那这些都和先天的基因 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所以我个人认为 命运它肯定是存在的 我一向不愿意用命运这个词 我更愿意 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用的宿命这个词 因为宿这个字 它本身有居所的意思 相对于人 就是我们生命最初形成的 那个所在 先天就已经起决定意义的那些因素 那这是为了有别于这个 八卦 算命先生所指的 人生在某年某月多大岁数的时候 遇到这个好事 或者不好的事 小人或者坏人 有厄运或者有财运 有官运 有桃花运等等 所以宿命是我更愿意谈宿命 是为了相对于 八卦先生们谈的这种命运的区别而言的 人生是分阶段的 比如说 童年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那么 我们所言的宿命 一般只能在人生的某一阶段 左右我们的人生 比如说时代变了 命运就变了 家庭发生了变故 命运也发生变故 疾病 可以导致命运的变化 婚姻可以导致命运的变化 这个 偶然的不幸 非来横祸 也可以导致命运的变化 买彩票中了大奖 还可以导致命运的变化 所以我个人觉得 命运本身 他是这个 变态 在这个变态的过程中 他虽然有客观的原因 但同时也有主观能动性 去克服先天对我们不利的那些因素 通过个人奋斗 这样的方式 某些人可以改变家庭的 甚至整个家族的 命运 但是这样的例子太少也不可不知 按照一般规律来说 肯定一个人 努力工作 认真生活 他的日子就会 今年比去年好 明年比今年会好一点 当然我们指的 当然我们指的是一个静好的年代 会是这样 书在起跑线上 我个人认为是有的 现在的话 即使在农村 那独生的小儿女 玩具也差不多是满地 随便拿哪一件玩具 少则十几元 多则几十元 上百元 林家有的 我家的孩子 也必须有 但是 这样的孩子的 学前的智力的 开智 然后性情的教育 是完全缺失的 这样的孩子就输在起跑线上 因此民间有种说法是 从小看到大 从大看到老 那我们在六七岁的孩子身上 看不到他有任何的规矩 没有礼貌 说脏话 和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 那一种这个 为我忠心 那一种这个 以强欺弱 而所有的这些现象 大人们熟视无主 没有去 完成 作为父母的最起码的教育 那我认为就是在输着 你的家庭生活 是属于我们社会 需要关注的政府 需要关注的困难家庭 你的爸爸妈妈都已经是工人阶级 并且都已经下岗了 都已经退休了 那对于退休工人来说 努力 奋斗 这四个字 对于他们是不太适用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退了休的工人 更多的是要政府来关心 比如说要一年比一年 尽量的提高他们的退休金 说你大学毕业了 你在上大学的时候 你就是困难生 你大学毕业之后 你学的专业在现在 这个就业有难度 而且你就业之后的话 工资收入较低 尤其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 那么租房子住 就花去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工资 就说 报恩父母这句话 可能对于这样的大学生 也成为纸上谈兵 那么这时无论是 已经退休的父母 还是这个虽然受过高等教育 但是没有能力 回报父母的儿女 他们都是 我们的政府和国家 应该特别关注的群体 那么对于这样的群体 只强调个人的努力奋斗 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点 就说 那么大多数 这样的群体 更主要的是要靠 国家和政府的眼 来关注 靠政策 来扶持 那我记得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女诗人 舒婷 她当年写过一首诗叫 祖国啊 亲爱的祖国 其中呢 有两句话是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 我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总和 就这两句诗传达出一种什么意思呢 每一个个人 或者每一个具体的家庭 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 都应该治愈国家和政府的关怀的目光中 那么对于政府呢 他应当是这样看问题 就说 在每一个贫困的应该国家帮助的个体的背面 后面一定是一个群体 你看到了任何一个个体 你的眼中就应该把它放大 因为我们有十三亿多人口 我们的任何一个生活中 我们碰到的不幸的人 后面都是一个群体 比如说白血病 我们可能通过这个报纸来报出说 哪一个家庭有一个白血病的孩子 那我们社会各方面来帮助他 这不够 一定要有政策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后边是很多 那对于中国来说 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幸 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 它都是一个数字较为庞大的一个群体 所以政府也罢 官员也罢 要通过个体看到背后的那个群体 然后要有跟进的政策 然后要有跟进的政策 这就会有请不吝点赞